就是这一年多来,我们机构成立一年多,这一年多来呢,整个机构的状况是越来越稳定,包括我们整体的运动的内容,还有我们的成绩,有像比如说胃管拔除,胃管拔除的训练呢,几乎可以达到90%以上。 我们固定进来的个案呢,经过一段时间,比如说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的上课,然后逐渐的会测试它的吞咽肌肉群的能力,然后完了以后逐渐的去把它加一些这个吞咽的深度的一些练习,那大约大部分都在一到三个月,可以在医师认同,就认同它肌群的恢复情况之下呢,开一组,让他们 把胃管拔除,目前这一块训练是很上回道,很上回道,然后成绩也很明显,那另外还有其他我们在躯干啊,就是说机能训练,在整体的机能训练,如何来提升他们个人的行动能力, 那这些呢,也都,大部分的个案,大部分个案都,都是发展的蛮好的,都会有一定的进步,一定看得到 那请问你是刚刚说九十几,那九十几的情况下是,就是你进来,譬如说,现在有多少人 我们目前床位还是22张床,可是呢,我们目前已经服务,从去年开业到现在服务80床 就是我们不断的进来,收案不断的出去,所以呢,在这个流动的过程里面,我们有胃管的个案,大约占了20位左右 嗯哼,那在这20位里面呢,只有经过训练没办法拔除的,只有两位 哦,真是,太厉害了 所以百分,就是百分比其实是蛮高的 有两位,有两位,一个是中风之后,他整个吞咽肌群全部麻痹,包括生胆没办法开币 那另外一位呢,就是肺部的感染,从住院一直延续到我们收入住,然后还是反复的发作 所以这个感染的问题呢,没有办法彻底解决的时候,肢肉群也很难练出一个,进到一个吞咽正式吃东西的一个过程 那你们做这个训练的时候,是由医生来协助,还是你们自己的工作人员就可以处理了? 啊,治疗师跟团队 哦,所以你们是有请吞咽的治疗师过来协助 是,我们是也有医师的加入 比如说今天上午就是,那个医师来讲解运动 就是说我们是透过整个有效率的,去应用西医的原理 来把吞咽肌群,用一个小时的课程,一到五,每天上午一个小时的课程 去透过这一群,吞咽呢,它必须要几个条件 比如说嘴唇的,脸颊的,咽喉的,然后颈部肌群,还有肩膀,还有跟呼吸肺活量都有关系 它整个的,包括舌头,包括这整个的肌肉训练,上到一个程度之后 它才能够做好充分的准备,把食物顺利的,就是吞到食道 然后是我们正常人很习惯做这个动作呢,对神经受损的个案来讲 其实是要经过练习之后才会,才会逐渐进步 那请问尿管呢,你们有这个成功的吗? 尿管也是训练,尿管也是训练,不过尿管都会摆在最后 都会摆在最后,因为我们在做机能训练的时候 他们比如说,整体的能力还没有办法上来的时候 其实是没办法使用我们一般正常人的马桶 因为他如果坐不稳的话,他去上马桶,他反而容易掉下来 就是在整个功能、机能,譬如说能够坐得比较正了 然后我们在认知上面,他也比较能够配合 那我们去马桶上面坐的时候才会有意义 那如果说去的时候他不解,然后起来了以后 因为坐有一定的时间,二、三十分钟是很长了 那我们一三五或二十六也有针对 就是阔月居的一个让他去自我排便啊 不要使用尿便的这些安排的程序也有 那可是常规的去使用厕所通常都要机能比较好 所以尿管,鼻胃管是可以早一点 因为鼻油管跟他的自我感受会不一样 因为吃东西是一件快乐的事 那尿管呢,如果说他的整体功能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那排泄是一定要发生的 那又包尿片沾到身上很不舒服 所以我们通常是把,如果一个中风的疙瘩 我们会以胃管优先 所以你说呢,那个这样,来来去去 那去的时候他们,你的意思是说 二十个人里面有十八个已经拿掉了 那尿管是大概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几乎,几乎都是拿掉的 尿管没有 到最后都有拿掉 对,几乎都是拿掉的 就是三个月以内就拿掉了 对对对 尿管几乎都是拿掉的 那几乎百分之百咯,你的意思是 除非有类似像植物人 因为我收过一个37岁的年轻女性 她就是生产,不是生产 她是怀孕四个月的时候 然后在日本就出现了认成高血压 那回到台湾才十天就中风 那中风的同时,人就昏迷了 那到医院,小朋友是破腹产 放保温箱是没办法活啦 没办法存活 大概只有,就是大概照顾了一个多月 小朋友就不存在了 那妈妈就从此就变成植物人 那她来的时候,我们训练 训练那个过程不是不行 只是说她有可能会反复的感染 那还是要透过挡尿管的协助 那这个就没办法 所以只差这个 对对对 其他都拿掉 除非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训练的个案 不然挡尿管其实不是 不是那么困难去面对的问题 那因为我们在整个运动的过程里面去干核心肌群训练 然后她的,比如说抬臀的这个动作 然后她抬屁股 她没有办法支撑 坐正的时候,就是到地上去去抬屁股 那如果说她能够支撑 我们是在我们的工具上面是坐着抬屁股 那像这些抬屁股的动作呢 然后对骨盆腔的肌群都有其他一个训练的一个方式 然后每个礼拜有三天 是让她们在变气上面去训练 有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流程 在变气上面去把变排出来 那如果说躯干能力比较好了 那我们就会转到去上马桶 然后逐渐的 当然我觉得因为撕镜这个问题 不是说她会不会排 可是她会不会控制 通常撕镜会比把打尿管去掉还要晚 才会处理掉 所以尿片的使用会满长一段时间 可是如果说打尿管去掉以后 她能够自解 那她就是用尿片保护 不要让她伸漏出来 另外我要请教一个私人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妈你有看过嘛 她是集中毒的失智 那像她这种情形 可以训练你刚刚说的这个抬臀 这些东西对她有帮助吗 如果她能够配合 也做出同样的动作 绝对对她有帮助 那她没有办法做 我们是被动的 被动的通常效果就不好 OK 了解 就是可能只能维持一个柔软度 可是你没办法激发 因为一个小便她能够排得出来 好我们以小便打尿管这个例子来看 如果小便能排得出来 她必须膀胱的肌肉要收缩 然后她扩胃肌要放松 那两者之间呢又要同步 协调的发生 而不是我前面先收缩 结果我扩胃肌晚一点才放松 或者说我扩胃肌放松 然后我膀胱无力 所以会尿不干净 会残余尿 残余尿 如果要常常发生的话 细菌就容易在里面置身 了解 所以她透过主动的训练 这些肌肉群呢 才会起到一个恰当的 恰当的一个运作 所以你这边收的这些中风病人 都是能主动来处理的 被动的就 不是他们能主动 而是我们在引导他们的过程里面 把他们的主动一分一分的提升 因为譬如说一个中风磕肛 他在坐轮椅就是歪斜的 他的躯干力量就是不够的 对 或是说他的上肢的肢体 根本就不会动 那我们在用剑侧 或用部分的上肢 或部分的下肢的锻炼的时候 从他有一分的力气 我们协助九分 到能够引导出 他有两分的力气 我们协助八分 到慢慢的他能够大部分 都由他自己来控制 而我们只要保护他的安全 那在这个训练的过程 我们的方法就是引导 我们不是 就是一般复健科的设备 我们基本上都没有 那 不是说那些东西没有帮助 而是在 我们入住时间比较短 然后又非 我们不是医疗系统 然后那家属又要学会 一套运动方式 要回家 所以我们教的是 简易运动教学 了解 就是如何在简单的 去使用自己的躯干 跟肢体的时候 慢慢的把越来 越来越 就是停留比较久 有上市的这些能力 慢慢一分一分的找回来 那我们就是做一些引导的动作 了解 你是说这一年多来 差不多有八十多位在这边了 那我想知道的是 有没有追踪他们后来后续情况怎么样 部分的个案我们有追踪 那我们听到的通常是 那我会觉得啦 运动它是要持续 那在 就是说过度到 从我们在这边做运动 在做教导妹 教家属 也希望家人 有派人来学 或者说他们会 申请的外籍到这边来学 那我们都很希望在这个 我们是用一个工作的模式在做 那希望他们把这套东西学了以后 在家里面可以应用 可是大部分我们去追踪的歌啊 像昨天有一个八十多岁的 回来看我们 那家属的那个说法内容就是 回去作息就乱掉了 然后变成晚上不睡觉 然后白天很累 然后有些东西呢 他就开始慢慢的不做 然后物法的稳定度 就没办法向从前 所以我们打算今年的六月 我们会把我们曾经送出去的个案 联系之后 我们会派工作人员进到家庭里面去 然后重新把 我觉得他可能还需要再加强的这个部分 在家里面去执行 我们希望今年六月以后 可以推出这个内容 所以我们目前也在做一些筹备的工作 那这样你的 这些都是工作人员 你要训练很多 对对对对 要训练更多的人 懂运动的工作人员去进去洗術 好 那我也希望说可以 我可以申请一位来帮忙我们吗 OK 好谢谢你 谢谢你接受我的访问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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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